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正要到福建了 你说这能冷吗 能冷到什么程度 至少今天不冷 我们也来试试看吧 哎 家里面没有那个宽带 我这里不太好 把大流量的东西往下下载啊 昨天其实有两段视频回放 可以发到b站上去更新的 新来一个同事 不要另习角的意味 多走走 不是坏事儿 这还有这学校的同事问我昨天我去的地方是哪儿的 多奇怪赚啊 说明他们也不常转这个地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的半径 需要突破自己的半径 或者有这个意识也不是人人都具备 当然了 有些人会说 我还有家啊 我还有有什么孩子要照料啊 我一下班就得蹦回去 出回去 当然了 都有各自的困难 今天也待不了多久 我也没打算在里面 一口就泡四个小时 一会儿跟下午的英语那边确认一下 然后估计在馆里面最多也就一个半小时 现在是住在这边 来这个很方便 很容易 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搞急行军或者设施 特种冰式的区域 逛一个价格 刚才的话 把两个活动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截屏 放到了小红书上了 一个是我的那本新教材的希腊语 初级 另外一个是意大利语的国庆概况 这还可以再放一个西班牙语的详细 脱书的故事 现在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没有做书箱子的书单罗列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那个书是放哪儿了 其实有点犯人的 到时候都把它打开来找一找 这礼拜就算是跑一跑印象城这一块 包括旁边的博物馆 下一周咱们试试教堂吧 昨晚上在直播的时候 倒是有人跟我提起过 说今天去一个教堂啊 还真把我当教友了 是吧 我不是 呵呵 我不是教友啊 我没有什么废去教堂不可的负担 去是可能会去 但是不要试图绑架 我们现在走在阴凉的地方还稍微好点 像大太阳烤着还真是要奔着30度去的那种感觉 昨天算是更新了一点点下语的视频 看到有我新学校的学生在下面的留言点赞 也不是坏事儿了 让他们多看到我在做什么 有助于拉近彼此的关系 有助于增加大家的认可程度 我还记得以前在学校里面还曾经遇到过 我说有人加我微信 不是为了跟我聊天 就是为了去看我朋友圈的 呵呵 他说你的朋友圈很出名 想来看你的朋友圈 真是不想跟你聊天 这朋友圈也给我惹过麻烦 凡事都是商人见 说多的话 讲多了 一不就跟那句话说出出来了 他朋友圈发多了 一不就跟那句话说出出来了 也都容易 能出现毛病 这鼻子 天哪 昨天晚上有个小朋友跟我说 他们在北京听课也就是走的手机流量 我对老实说 因为宿舍里面的宽带暂时转不了我 这几天算是把我大概三分之一个月的流量都耗光了 看视频啊 好讲多 这流量可不只是聊聊天天 聊聊天这个 我这卡可不是无线流量卡 我觉得那个小朋友有点想当然了 看看下个礼拜管家那边能不能有什么动静吧 挺好玩的一个事 或者说现在 还就差一个网络问题了 好 等一下 有一张照片 想拍一张 好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我自己要感觉纳闷的是我这个 诶 我比较感到纳闷的是 上一次路过温州的时候 我到底去了哪儿 挺迷茫的 我觉得 我当时完全没看到温州的这一面呢 哎呀 那会儿估计 要不就是太匆忙了 毕竟 也没几个小时可能 从月清回宁波的路上 就路过这个地方 有那么个三四个小时 等车的时间 我当时买票不太好买 那几个小时 用不到票 不是51911的时候 用不到票 所以就多买了一站相当于 我从这儿跑过去 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来 我当时是怎么在温州跑来跑去的 我觉得我去的地方很粗啊 可温州就这样啊 显然没跑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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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挖掘本地的资源 这是我昨晚上直播的时候也这么想 比如说昨天就有一位温州的网友 或者说我在粉丝 跟我说 你跑温州来了 我说对啊 所以我还挺期待的 在这边如果 能够扩大一点交往的面 显然啊 我的想法不是仅仅单单 只是 周末就只能跑到这儿找个 什么星巴克坐一坐 你的应该有地方可以去 有活动可以参见 有地方在期待 有人在等着你去干什么事 这才算是某种融入 好 准备下播了 进去就不直播了 一会儿出来之后 下午看看 这附近有没有哪个地方 还可以再去走一走 下午见 拜拜